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手的都是台语歌 从越南来到台湾十一年 陈可欣的台语歌唱得有模有样 仔细瞧她的讲义原来有玄机 用越南的发音来写在国字上面 因为当时是刚来台湾 国字还看不懂 去国小的时候老师都会饿 老师会叫不饿不饿嘛 不过时间久了 陈可欣不用靠越南拼音 也可以念中文 她甚至还拿到了同意的证照 外老他们比较听不懂 有的刚来不久 她讲话上就是听不懂 但是有时候我们翻 她也不是很信任我们 你知道吗 她觉得说好像她不是这样 墙上满满的奖状 是陈可欣到处征战的成果 有说故事比赛 有歌唱比赛的 但她最珍惜的是这一张少女时 在越南拍的照片 就那时候我们都是快毕业了嘛 就是就要留念 然后大家都损了钱 就去拍这种相片 留着现在做纪念 像是艺术照那样 对对对 女儿成长的轨迹 也一张张地挂在墙上 陈可欣把回忆完整收藏